大陸观光客越来越多 今年就突破了200万元次 在台湾各大观光景点 都有法轮功成员向陆克发放真相资料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在故宫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表示 随着来台陆克越来越多 拿资料的陆克也变多了 自愿生灵退出共产党的陆克也在翻倍 很好很好 太美了台湾 拿起相机拍个不停 大批大批的陆克来到台湾故宫博物院 近年陆克来台人数不断创新高 光是今年截至10月为止 就有200多万陆克访台 欢迎到台湾来多了解真相 在台湾的各大景点 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 拿着报刊来回走动 一旁还有法轮功学员在静坐 台湾法轮功学员对着陆克 一个个的发真相资料 随着陆克越来越多 有时资料还会来不及发 我们都还来不及给他们就自己来抢 有什么新的我要看看 虽然有时候他们不敢真面 拿我们的资料 但是我们在放那个真相播音的时候 他们都会经常站在旁边这样停 尤其是在陆克自由行开放之后 平均每天大约有700多人 以自由行的方式来台 少了团队的束缚 他们更能专心聆听 在国内听不到的法轮功真相 因为在中国大陆 法轮功学员受于破坏 因为很多事情他们的新闻都是掩盖的 那台湾这边我们是自由民主国家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真相把它传递出来 没有被一些整个团的那种 就是监视的情况下 他们就比较愿意留下来听 尤其很多年轻学子 或者是年轻人自己出来玩的 几乎80%以上都退 仔细地看着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的展板 在中国遭到资讯封锁的陆克 来到台湾后 自愿声明退出共产党 可是现在就是一直在翻倍 可能我们一天可以退个 有我看有老年同学也退个五六十个 那我们在这边都退个二三十个 一个下午 看到陆克就会急忙递上资料 台湾的法轮功学员 把握每个可以讲清真相的机会 让更多陆克了解中共的真面目 共同制止迫害暴行 新台湾亚太电视 陈琳娇 陈辉谋 张元亭 台湾 台北 采放报道